祖师庙前戏台下 仇神的戏班搭起了临时的化妆室 而演员正在专心的帮忙画上脸谱 穿上红裤脚踏草鞋 这样的装扮并不是要上台现役 而是要化身成为清水祖师的神将 一起来暗房绕镜 这种还原方式叫做半百将 根据地方齐老回忆 在民国七十年代以前 淡水大拜拜半百将相当盛行 据说当时逢来老祖的队伍旁 最多曾经有过二三十位百将 而维持这样传统的人 这二十年来竟然只剩下五十三岁的阿伙师 我自我小时就有了 因为我在我的记忆当中 小时的时候 淡水那些大街小巷 都是这个半百将这个身影 那在我记录的过去大概十来年当中 发现怎么只剩下一位 唯一的一位 那我觉得说很高兴 今年又有新的那个生理军加入 让这样的一个活动 在被受到重视 淡水清水祖师绕境活动中 办百将这样的还原方式 相关文献资料非常稀少 只有在淡水老一辈的口中 才能够回忆当年的场景 而为了传承这样的文化 淡水清朝城祖师会 也特地到了安息祖庙 来考究相关的历史 百将的脸谱等相关资料 而今年会中也有两名成员 愿意以这样的方式 来回报祖师爷的保佑 那我们清朝城祖师会 本身的宗旨 就是有发扬在地文化这一项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今年 有遇到一个人生的 一个重大的转折 所以我希望说 借由这个传统的一个延续 然后发愿替我们祖师爷 当百将 价钱护法 所以今年算是第一年 参与这个活动的 因为今年有升学考试 然后想发愿来半百将 希望可以来半百将还原 然后考上自己的立项的学校 我们也特别请示祖师爷说 我们想要去追随这个传统文化 那我们去拜访了阿伙师 这个学府的阿伙师 得到了他的一个传授 那也境外呢 因为觉得说在 这个台湾祖师文化呢 缺少了一块 就是四大护法的传承 所以我们跟福建省 安息祖庙的 事如会法师请示 会长张佑杰表示 清水祖师的百将 主要是扮成祖师爷的 四大护法将军 而扮百将这件事 不是活动 也不是噱头 因此他们没有华丽的服饰 身穿红衫红裤红头巾 脚穿白袜草鞋系同龄 面打脸谱之后 直到绕境结束 回庙安座之前 都不能够言语 为的就是希望能够 把单纯的信仰带回过去 顾伟前辈们 那个只求默默付出的年代 这程博伟 淡水采访不倒